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温度是0度到90摄氏度 今天不暖和 外面有点凉 而且是一个阴天 我前几天答应大家带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片被遗忘的角落 这片角落里面放的其实都是一些 度下之后长残了的一些肉肉 都集中在这边的路养区的 几个区域 这个是我其中的一片 然后放的都是一些中小盆 大概口径都是10左右的 你们别看啊 这段时间 然后恢复下来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我这边呢 主要放的都是一些 说不出什么名字的杂 大多数都是啊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最近其实还真的还仔细看看蛮漂亮的 就是我叫不上来名字 你们瞧一下这个叫什么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一个有点像手捧 我想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团 已经放了好长时间放在这里 这个不知道叫啥 你们看一下 其实我看到这个外层有一些长长的 不规则的叶片 我好像把它给揪掉 过几天你们再看的时候 这个长的叶片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放在这块地方真的不大容易被发现 现在它们就是这样的 最近呢 其实天气逐渐的有一点暖和了 这两天又来了冷空气啊 就是来冷空气的前几天 温度还是挺舒适的 特别是有太阳的时候 现在进入春天以后呢 这个太阳照射的角度也不一样了 冬天的时候 我院子里面的阳光是不好的 然后进入春天以后 特别是过了年以后啊 到这个二月份以来 这个太阳角度的变化 我这个院子里面阳光好了很多 所以就是我们上色的状况 还有这个叶层长的都非常的 你们看 茂盛 对吧 你们看里面的短肥原的叶子 都是近期刚长出来的 颜色也都上了果冻色 透透的 就跟冬天那种 病痒痒的样子 就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被注入了 这个新鲜的活力 哎呀 状态一下就被打开了 开挂了 这个 就不管它是什么品种啊 我们先放进来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很好看哦 这个小房盆 前两天被家号 拿走了很多这种小房盆 然后你们看这个里面种的 它有点像朵朵坠的那种样子 这颗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杂 反正有一段时间 我养在这种小房盆里的 全是各种杂 我这个人就是一段一段时间的 一会儿喜欢这种 一会儿喜欢那种 你们看 这个里面的这个仔 是后来爆出来的 像小包子一样 它这个也是果冻色 但是它这个果冻色 有一点点浅浅的薄荷色在里面 叶片是那种短短的 这个也挺美的啊 近期都开挂了 有很多想送人的 现在都舍不得送了 这个好不好看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有好多这种小盆里的 这个是一颗冬云杂 你看到叶芯了没有 这个叶芯里面挤得紧紧的 然后嫩绿嫩绿的小叶片 就是春天之后发出来的 所以特别喜欢春天 然后你看 这个里面 跟外面都脱节了吧 近期长的叶片 又紧凑又饱满又短 跟这个后面的这个 都是夏天过后的叶片 整个就是脱节了 外面的叶片你看 又散又长又大 是吧 是不是很好看 你们去看看 你们自己的院子里的肉肉 是不是也像我这样 特别是鹿养的肉肉 近期应该都在开挂当中 就是我们江浙户的 春天太短了 四月份一过了以后 后面就开始热了 所以他们也开心不到两天 好看不了多长时间 四月份过后 肉肉们颜值就开始走下坡路 后面就是漫长的夏天 江浙户的天气啊 等我儿子上大学了以后 我就想离开这个地方 我要到云南去了 到云南去买一个小房子 带院子的多好 然后你们看 这盆养了好久了 还用这么丑的盆 这个盆 现在打死我都不会用了 这个蓝色的小方盆 这个里面的 这个是雪特 这盆雪特长了好久了 这边一个头 都变成了好多头了 你们看 我又好几次过了夏天 都想把它扔掉 因为过了夏天以后 都整个就是没叶子了 变成光感了 但是它总是给我惊喜 年年夏天过了以后 都是这样都没舍得扔 你们看这个底下 还在包窄 桩子底下 看到没有 底下还在包窄 这个是雪特 雪莲和特玉莲杂交的 反正这边全部都是 一些杂交品种 雪特 然后这个是个啥 这个你们看 也是一个什么杂交的 月影系的杂交 这底下都在包窄 看到底下没有 看到了吧 都长得挺好的 最近颜色都很漂亮 小盆比较容易空出状态 这个是我最爱的小瓦盆 替换下来很多 我都放在那边没用 我想我以后还会用的上的 这种小瓦盆 这个是月影系的 现在都是果冻色 还蛮美的吧 好多头啊 这个是什么来着 这个是什么来着 这个还是一个小贵货 我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小贵货呢 是叫宠 宠爱还是什么 我忘了 好像好几年前 就是很流行这种小萌物 你看 我就种在这个小盆里 它现在还是这么一点大 有很多东西 它就长不大的 就是那种小小的品种 你看看 这个叫什么 是叫宠 叫恩宠 恩宠吧 不是宠爱 是恩宠 看我这个脑子 你帮我看看 是不是叫恩宠 好透啊 这个现在是几个头 现在是四个头 这里下的桩子 我能看得到的 我放到这里啊 这个底下的桩子 还是木质花的桩 你们看我有多久 不玩这种小萌屋了 只有指甲那么大 一点点 哎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还有一颗天鹅绒呢 这颗天鹅绒 我告诉你们 有多少年了 这个天鹅绒 大概有三年以上了 咦 最近出唐星了 也是过了夏天以后 丑得不得了 天鹅绒还特别容易爆牙里面 你都看到 我都把它扔在那个 最里面的角落里 可见它有多丑 可见我有多么 不想让它见人 我还真的是 一直没有拿出来看 我今天为了拍给你们看 我才拿出来的 现在变得漂亮了 呵呵 这个是天鹅绒 你们现在都不玩这个了吧 因为有好几年前 这个东西很火 那个时候唐星 刚开始看到 有这么漂亮的 唐星的肉绒 大家都在买 这样一个头 大概都要百把块钱的 那段时间 我相信几年前入坑的小伙伴 应该都养过这个品种 它春天好漂亮 叶层再多长一点就好了 天鹅绒 这个里面有好多 现在都很漂亮 端出来仔细地看 这个是木析甜心 木析甜心 现在都是果冻色 你看 里面的叶子 绿色的 都是新长的 木析甜心 今天大家一起来晒晒 你们的杂交的品种 或者是一些小木屋吧 就这些小盆控养的 看我这些都没有舍得 送人或者是拔掉的 因为放在里面 还挺整齐的 这边这个 哇这个也好看 那个是啥 现在也好漂亮哦 哇春天都好美啊 都被我忽略了这些 然后你们看 这个应该也是养了好几年的 你看这个里面的妆子 都是木析花的妆 现在颜色都好漂亮 还是鹿养的好 我这边这一片 都是鹿养的 平时都不管的 让它自生自灭 本来我是想那么丑 然后挂了的话 就给我腾地方 现在你们看 好漂亮 一喷一喷的 春天真的是一个 特别好的季节 颜色这么美 放在那片 你都不觉得 哎 放进去 弄得弄不着 那这边还有 这个是二八佳人 应该是 现在颜色都好漂亮吧 如果是地方有限的 小伙伴们啊 我觉得你们 其实不妨是可以 种这些小盆的 像这些小盆 大概都是 十公分左右的盆口 可以种这些小群生 还是挺漂亮的 我后来就是 越买越大了 越大的盆 其实越不容易出状态 然后你们看 我的这盆 这个是那个白菊 哇 这个白菊 现在长得好好 我夏天 我都把它薅出来 我跟你们说 就全变成干湿的那种 我差点都不想要它 因为这个东西 它夏天会休眠的 夏天一休眠了 全干的 就好像挂了一样 我就把它薅出来 给扔在一边 然后过了夏天以后 我又把它插在土里 它又活了 看看 这个是白菊 这个白菊没红 我看到别人的红的 很漂亮 以前一个头 要几十块钱的 现在都便宜了 这些东西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也是一个杂 这也是一个什么杂 来着 也是一颗月影系的杂 叶片长得乱七八糟的 像这些外面的叶片 最好都把它给摘掉 等我空了 把它这个外面的 拖结了 把它弄掉以后 它就不会这么挤了 然后上面留的都是小包子 你看这个底下的叶片多臭的 你就知道我夏天 为啥不想要它了 你们都喜欢这个百达翡翠的 百达翡翠型的上色 上得挺好的 有片叶子给弄掉 百达翡翠 我觉得它很容易上色 关键是它的暗纹特别好看 这个品种上面有暗纹 很漂亮 好像是去年开始 有的这个品种 你看很饱满 也很好养 我一直就放在这个路养去 特别爱包仔 其他的呢 这边还有一颗什么杂 这个是一个什么杂 现在变成两个小包子 你们一看就知道 外面的叶片被我揪掉了 然后只剩下中间 短肥圆的叶片 底下是好粗的老庄子 养的时间也挺久了 你们看 它粗腿 这边你看都被我揪的 叶片揪掉的 这个是莎莎 莎莎女王 长叶片都没了 这个是一个什么 玫瑰夫人 本来好大好大的 这个盆 下雨天 它都淋不到雨 因为全被叶片挡住了 我就把叶片全揪了 只留个星星 还有这个 粉蓝鸟 你们看这个粉蓝鸟 也全被我揪了 只留一个那个 中间的 短短的 这样子的 这个是粉蓝鸟的醉化 还有这个呢 这个是珠沙制 朵朵醉 这个是我昨天揪的 只留个小星星 然后把一个一个的小朵给揪出来了 要不然的话 全连在一起 你都看不出来 它是朵朵醉 这个时候的珠沙制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给大家看的都是 差点被我扔掉的这一片 全部都是杂 远看不觉得 近看的话 每一颗还都可圈可点 还都挺漂亮的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